好,我們那個點獎完,我們再來講一下線 呃...我任何一個形狀 然後把按右鍵轉成Sprime 然後除了剛剛我們講過的點之外 我也會有線可以用 那線其實也有參數的,有屬性 你可以對這個線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轉成Curve或者是轉成Line 這是可以的 那你會發現它好像沒有變 它好像沒變對不對 那沒關係,那個... 一般我也是建議啦 那個不要用線去更改它的屬性 你用點來去更改它會比較好控制 你用這個點,然後我搭配貝茲棒去控制 我到底是要圓弧,我是要弧形的 我還是要怎麼形狀 比較少人會用線去控制 好,那再來 呃...一個線裡面 就是任何一個線裡面兩個最重要是Divide跟Detach 這兩個指令 所以我在這個segment裡面,線段裡面 會有一個指令叫做Divide 分段 那這個分段是這樣 例如說我分段打3 打3 然後按Divide 按下去 它就分了 但是注意喔 你打3 它是分幾段 4段喔 所以它其實是插入三個點 插入三個點是分4段 所以如果你要分3段 其實你這裡應該打多少 打2 這可以理解吧 好 那你可能會想 欸,那這樣跟我自己插入點有什麼插 我自己不是也可以插入點嗎 例如說我插1點,插2點 我是也可以插 對不對 那我幹嘛一定要用線裡面的Divide 好 那 來 你覺得插在哪 對,就是你可不可以等分嗎 如果是我自己插的 是不是我很難控制等分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Divide去插 那就是平均分配的嘛 好 那個平均分配是有條件的喔 如果你今天是這樣 我一樣舉行 轉成Sprime 好 但是呢 注意看一下 這個背之棒 我們今天把它微調一下 假設這一支比較短 這一支比較長 好 這支比較長 這支比較短 是代表這個點的力量比較大 這點的力量比較小 所以這時候 我對這條線 進行Divide 一樣分 我分多段一點 10段好了 來Divide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的差別 對嗎 它就自動會分配成這樣 所以你如果要等分 你是不是 那個背之棒要一樣長 背之棒要一樣長 最簡單的方式是幹嘛 一樣短 對不對 轉成Corner之後 給10等分 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對吧 也許你想這樣 那也可以 就是看你 就是用背之棒去控制 對了 那這是Divide 那再來就是 Detach Detach是什麼意思 呃 之前有講過 我有任何一個形狀 我都可以說 我把它加進來 對不對 我可以選它 然後attach 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 如果後來又不想要了 我可不可以再叫它出去啊 當然是可以啊 但是 點 不能叫人家出去 你不可以說 我單一個點出去 因為我單一個點出去 那個線是就壞掉了 所以點不可以 但是線可以 你可以說 我某一條線 這條線我想出去 齁 那你就跟它 選到這條線之後 按Detach 它就分出去了 啊分出去就是一個新的物件 所以它會問你 請問那個新的物件要什麼名字啊 它自動會給一個名字 OK 就分出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現在這裡是一個物件 這裡是一個物件 對吧 它就分出去了 那這樣分出去 原物件就破壞掉了 所以它其實分出去 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 在我分出去之前 我先勾這個Copy 我先勾Copy叫detach 那就叫detach copy 所以就是複製分離出去 複製一份分離出去 所以按detach 一樣要分出去 一樣分出去 但是你看 我原物件還是好的 但是我複製一份出來 複製分離 所以你自己選 你要不要勾那個Copy 有時候你是真的想拆開 有時候你是要複製分離才開 那都可以 所以來 各位試一下 呃 線的屬性 然後線裡面比較重要 只有divide跟detach 來試試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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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謝謝